当美味变成日常里不可或缺的元素 当蔬食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味道 我们依循着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的节奏 搜罗了美丽宝岛的鲜甜滋味与文化风采 同时记录下属于这片土地的幸福时光 人家常说名以实为天 我们的主食除了米饭以外就是面条啦 听说在大甲地区有一间非常厉害的制面厂 他们不但研发出非常多种的面条口味 让人惊艳以外 这个精致典雅的包装更成为了人气饭手里 现在我就带你们来去边吃面边听故事吧 走 董事长你好 你好 董事长我听说啊 你们这间制面厂在大甲这边 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对不对 没有错 我们从1934年到现在已经八十几年了 那当时在整个大甲 我们应该算是第一间工厂 对 那董事长 目前交接到你这边是第几代了呢 第三代 第三代了 对 到你接手之后你有做了哪些的突破吗 我觉得我的父亲我爷爷他们都很认真把这个面条做得很好 那我就觉得说 既然这些职人大人他们都把面做得这么好吃 我觉得应该给他赋予一个新的生命 给新的包装一个新的形象 像是董事长 因为我看到啊里头有很多的袖珍模型 对 对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那个制面的过程 对 像是这也是你的idea吗 没有错 因为之前我在台北一个袖珍博馆服务当副馆长 那我就很热爱这种所谓的模型的东西 我觉得说这样一个袖珍的模型可以让很多人有用想象的空间 所以我就用这种模型方式把我小时候的记忆把它呈现出来 那像是这里有没有哪一个这个字面的过程 这些模型的场景里面是你小时候最有印象的 最有印象就是我的那个在字面机器旁边那一个 对因为那时候的师傅都老师傅那我大概在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就必须站在那个机器的旁边了 那目的是什么就将老师傅做出来的那些面条 因为那当时的面条都挂在那个竹竿上面 不是像现在的叫不锈钢以前都用竹竿 那当他们类似说把这个面做好之后 我必须把这个竹竿上的面啊 用在我的手上拿到外面去晒 常常被骂 为什么常常被骂你在帮忙耶 对啊有时候他讲的话我听不到的 就是动作太慢就会被骂了 对对对对 可是反而是这样子的过程让你现在还是印象深刻 非常深刻 那个俗工我永远记得他 被骂的那个画面头脑还记得 非常非常记得 对对对 是 可是也是因为有这些回忆 所以才让你有这个冲劲说 想要去打造一间这样的故事馆 没有错 我觉得说因为我们算是台湾第一间机械面场 我觉得说应该将这样一个台湾人自命的精神这样的主题 用一个故事馆这样呈现出来 给下一大人看 是 可是董事长 那我问你哦 你吃了爸爸的这个做的这个面条 那么久了 那你觉得爸爸做的面条跟别人的面条哪里不一样呢 因为我高中毕童就到台北去发展了 那我吃了很多种的面条 对 那还是觉得说家乡父亲做的面是最好吃 那我很窩心 就是说面很Q弹的感觉 很扎实 对 那董事长 你有没有偷偷问过你的父亲啊 就是他这个制面的功夫是什么呢 我爸爸常常讲 就是说这我们也很简单 就是他说制面就是面粉盐巴加水而已 那当然也就是说 因为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 面条就是小麦粉所做的嘛 那小麦粉当然我们还分手为高筋跟重筋 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配的比例 所以我们让高筋跟中筋的面粉的调配 加上适度的盐巴 那加上这个我们的这个说温度啊 干燥 让我们的面啊特别好吃 对 虽然爸爸讲起来好像很简单 真的不简单 对 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 他少讲了一个就是用心 对不对 真的是用心 还有加用心 没有错 对 故事馆里头的每一个袖珍模型 都代表这里的制面职人 在八十多年的传承过程中 从来不曾遗忘的专心 本心和用心 因此啊 他们光靠着水 盐巴 还有面粉的简单元素 就揉捏出 飘香全国的好味道 我想做好面 不仅仅是董事长个人的理念 更是这个家族 绵延不绝的使命 董事长 你今天啊 要教我如何包装你们的面条 对不对 没有错 这是我们的特色 也是我们的传统 实在是很好奇 这个面条怎么包装 不过在包装你们的面条之前 我看到我发现你们 这里的卖的面条啊 你们的包装都非常漂亮 没有错 我十年前的时候 我就自己给自己一个定个目标 我希望能够做面界的LV 就你好的材质 有好的产品 又好的一个包装一个形象 所以我一直在挑战一些 视觉啊 包装的一个这样一个内容 是 所以说像是我看到这些面条啊 就是你的巧思了 没有错 但是我现在这样仔细看才发现 你们的面条还有分口味啊 对啊 很多的口味 你们目前有几种口味呢 大概有十种 十种 对 那这也是董事长 你接手之后研发的吗 对 因为当时创业初期 那时候也是 又有人跟我批评说 你只是换新的包装 可是没有新的内容 那我就尝试要挑战 去找一些好的原料 来再添加在我们的面的里面 让面能够更多的变化 所以说听起来董事长 接手之后 你在面条本身也下了功夫 然后连包装 你也花了很多的巧思 对 从原料到设计啊 形象等等都有 是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 卷这个面条了 对 你看 你看我们就 这是一个树腰的一个纸袋嘛 对 树袋这样子 树袋 对 那其实 这个是让我们方便能够去 包装去操作它 对 那其实你看我们面好不好 可以稍微 因为有点弹性 它不会断 对 董事长你这样子 对 这样子折它不会断掉吗 对 然后我来试试看 你说如果说一般我们在买面条的时候 没有说 想要知道它有好坏 就是稍微看它有没有弹性这样子 对 对 大概这样子 对 对 它真的有一点一点点弹性 你在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 它不是那么容易断的 是 然后现在把这个面 放在这个包装纸的右下沿 右下沿 对 那稍微突出去 突出一点 一公分左右 好 那就准备 卷进去 把它卷起来了 对 董事长这个看起来不太难啊 对不对 不太难 不太难 我还以为董事长今天要教我如何致面 结果你教我做这个看起来不太难的事情 是 我一定可以驾心就熟的 这样子 对 然后再继续卷 继续 用力卷 用力卷 对 那我们就把在食指再伸到这个直卷里面去 好 好 我们就试着 好像要把它卷成一朵花 卷成一朵花 对 这个步骤开始有点困难了 对 对 好 卷好之后你这样把它拿起来 拿起来 对 好 好 对 这样就行了 对啊 原来它的难度是在这里 我要给大家看 我们平均 对 我们平均我们每个师傅 一天才卷八百卷 卷这么多卷 对 而且要确定它完全是成功的 就是在于它拿起来的时候 面条不可以掉出来 对 对 所以我的 对 对 这样子就失败了 在我们访问董事长的同时 已经有一大群人上门来鉴赏这里的面条品质 看它们吃得津津有味 更让我好奇 貌似平凡的面条到底暗藏了什么秘形 只是为了通过高规格的食品安全认证 市面的重要场区必须保持层层把关 所以我呢 不方便进去实地考察 既然如此 我干脆就用最挑剔的这张嘴巴 来为大家一探究竟 董事长 你刚才有跟我介绍到呢 你们的面条目前有十种口味 对不对 那你们的这些口味大概有哪些呢 从我们大甲的芋头的面条 还有糙米面 黑芝麻面 金盏花面 绿茶面 甚至我们台湾特产的乌龙茶面条 是 还有这个甜菜根等等 所以说你当初决定要把它这个 口味融入在你们面条的时候 你的父亲也是支持的 我觉得也是他支持的 他觉得说也是真的要有些创新 因为觉得说一直维持以往的 面的一些这样口味 我觉得说也是 不足以应付现在人生活上的需要 对 那他也很支持我 找一些好的原料来做面条 对 就是父亲那个坚持的精神 我觉得是一直延续到董事长身上的 对 那董事长你今天帮我准备的面条 是哪种口味的呢 现在我们这边有三碗 第一个是我们的芋头面条 芋头面条 对 那看起来像白色对不对 其实它是已经有芋头的原料 在这个里面了 对 其实它稍微有点看得出来 是芋头口味的 对 它真的颜色就像是我们在吃 那个芋头的时候它的样子 对 就灰白色 对 而且里头其实还有一点点 芋头的颗粒 对 碎末在里面 对 没有错 而且其实我觉得有那个面条的香味 跟芋头一点的香味 没有错 对 好 我来吃一口这个完全没有加任何酱料的 芋头面条看看好了 它吃起来好Q喔 对啊 对啊 因为它的面稍微宽一点点 所以它的那个Q弹的效果会更好 对 而且它其实越嚼的时候它的 有一点点带有甜味 对 那个甜味有一点点是芋头本身 跟面条的甜味 没有错 因为我们就用天然的原料 对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 研磨的比例啊 你很难想象 我们可能100公斤的鲜芋 有含水量的鲜芋 那我们去低温干燥以后可以 最后是变成25公斤而已 几乎都蒸发光了 所以我们的原料很珍贵 然后像是这一碗就是芝麻的 对 这碗是芝麻的 其实这个芝麻的颜色其实真的完全看得出来 无论是这个干的面条 对 这是我们还没有煮的这个芝麻面 你看这个有芝麻的纤维在上面 有没有 对 颗粒上面都看得到 没有错 这不是水果 不是水果 特别强调 这就是真的是黑芝麻的纤维 没错 因为其实它煮完之后 其实稍微还是看得出来的 所以还比较明显一点 特别强调我们黑芝麻 黑芝麻的预料本身已经去油了 那我们又加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过程 就是我们把这个黑芝麻去做所谓的裂解 用一台超原波机的情况做裂解 所以我们把那个黑芝麻的苦味也把它裂解掉 而且我还发现这个面条 跟刚才我吃的芋头面条又长得不一样 不一样 它是标准的细面 比较细的 对 为什么会想说这个要把它做成的是细的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口感上嘛 可能大家觉得说比较容易咀嚼要好吃 对对对 细一点的话 我来试试看这个细面的口感 像额头啊 年长的人觉得可以很适合 我在拉它的时候还要稍微拉一下 它才有办法断掉 非常的Q弹 而且老实讲因为这个你们加的是芝麻酱 我有吃到那个味道 有 黑芝麻酱 对对对 太好吃了 因为它整个搭配起来 就是满满的嘴巴都是那个黑芝麻的香气 对对 而且这个面条也是 我觉得你们的面条真的很讲究 我们是非常细心呵护我们每一个制面的时候所有的过程 我们在每一道所谓生产的那个干燥的轨道 我们每一道的那个温湿度都要控制得刚刚好 那当然最重要是原料 原料 我们是原料要用非常好的原料 我们有我们用了比较高比例的所谓的高筋的所谓的面围 然后就连这个黑芝麻你们也是严选过的就对了 对对 然后像是这个的话 这个是金斬花 金斬花 对对对 你看它是很漂亮的颜色对不对 真的耶 它就是淡淡的那个鹅黄色 对对对对 你看这都是就是金斬花的原料的一个颜色 对对对 不过董事长我好奇 你怎么会想说要把它做成金斬花口味 因为好像蛮少见有这样子的 让人家大家可以拿来吃的这种金斬花做出来的食品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说金斬花对于我们人的健康是不错的啦 特别是对眼睛 对对 现在大家那个滑手机看电视看电脑 看太多对对 所以说这个如果送给好朋友其实满适合的 没有错小朋友是更好 是顾眼睛对 董事长我闻到这个酱料好像又用不太一样 对我们用了那个麻油浆泥 麻油浆泥对对对 所以董事长像是这些酱料也是你们自己去研发 特别去研发 因为我就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 就我们的面它自己没有它特别的特别的味道 那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好的这种所谓的佐酱 来增添我们的面的口感 大家来 增添它的风味还有营养 对 因为你们使用的酱料其实也都蛮养生的 没有错 我来试试看这个不一样的面条 有有淡淡的麻油浆泥对 其实我坦白讲它面条本身的味道因为酱料的味道比较重 所以说其实酱料的味道在嘴巴里是比较浓郁的 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面的重点其实是它健康 对 因为它顾眼睛保护我们的身体 对 然后搭配你们这个很养生的酱料 对 你觉得吃下去这一碗就是心头很温暖 没有错 面条做得好 所以只要经过简单的调味 就已经让人越吃越顺口 当然也更能够吃出面条本身的劲道和香气 而且在不添加人工香料 色素 法斧剂的坚持下 更让人吃得很安心 大甲的在地美食如此丰富多元而精彩 难怪来过的人总是臭嗨嗨 其实那些马路小英雄心地都很善良 虽然他们有的是在玩赌博 有的是在飙车 有的是一大堆的 而且他们都从来都不会做饼 没有技术来到这里 我就教了他们做饼的技术 所以说其实你用这个妈妈的爱去关照他们 其实你获得更多的小孩 对 现在我的小孩很多 没有人比我多 大家都知道高雄的旧名叫做打狗 但是你们知道这个高雄有名的打狗饼 它的由来是什么吗 听说这个打狗饼的背后 有一段很感人的故事 待会我就带你们来去拜访 这位打狗饼的创始人 芝学姐 除了请她跟我们分享这段故事之外 当然我也要跟她拜师学艺一下 学习这个做高饼的功夫 我现在就带你们过去吧 芝学姐 你好 你好…欢迎 芝学姐 很多人都说来到高雄一定要找你吃这个打狗饼 是的 对 但是听说这个打狗饼背后其实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对 它是一个15岁小孩对社会的一个倚爱 对 因为我有一个小孩 然后她是林雅国中的学生 跟她的同学们到齐津去游玩 那几个小朋友在打排球 还有一两个小朋友下去游泳 然后就喊救命 那我小孩就跟着同学 大家就去救他们 但是就这样子再见了 对 我们也是单亲嘛 也是唯一的一个小孩 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想念她 因为高雄市政府在齐津那边有帮他们做一个纪念碑 然后有一次她祭日的时候 我到那个纪念碑那边 我跟她写了一封信 我告诉我儿子 我说这个风总是吹着 云总是飘着 妈妈对你的怀念总是依旧 那 鱼在下着 那 泪在流着 儿子 你再何方不要把妈妈遗忘 过没多久 我就闷见我带着小孩在寿山玩 那我要抱她 因为我们一见面我们都会很高兴 都会相拥 都是她先抱我 但是我这一次要抱她 她不让我抱 然后我就问她说 难道妈妈带你来寿山玩 你不高兴吗 她就很严肃跟我讲说 妈妈这里不是寿山 这里是打狗山 她说妈妈你不要再想念我 你就去做打狗饼给一些单亲家庭的小孩吃 因为我也不会做饼 所以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会惊吓 惊吓的时候你就醒过来 然后呢 我觉得我也挣扎 我也挣扎到底 因为我在一个国立大学里面服务嘛 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工作 那我必须要来重新 启发一个我完全不懂的人生的道路 那我觉得因为我也觉得对儿子有一些歉疚 我只好就是说放弃所有的一切 来弥补小孩对我的 来托我所做的事情 所以就展开了你人生完全截然不同的另一个领域 对对 就开始学习做饼这样子吗 就开始学习做饼 不过知学姐 你说你的儿子托梦给你 要你去照顾单亲的小孩 那你要怎么样照顾他们呢 其实我这些员工 他们都是一些马路小英雄 马路小英雄你知道吗 就是闲着一天到晚在马路逛来逛去 很认为自己最大 其实我找他们来就是给他们工作嘛 其实那些马路小英雄 心地都很善良 虽然他们有的是在玩赌博 有的是在飙车 有的是一大堆的 而且他们都从来都不会做饼 没有技术来到这里 我就教了他们做饼的技术 所以说其实啊 你用这个妈妈的爱去关照他们 对 其实你获得了更多的小孩 对啊 现在我的小孩很多 没有人比我多 历经丧子之痛的资学姐 把对儿子的母爱 转化成为照顾更多人的不爱 开始钻研属于这座城市的代表性糕饼 从前段的在地食材选用 到后段的成型包装 屏管检验 巨细迷移地掌握所有制作流程 他诚挚地希望 自己所精心烘焙出来的打钩饼 不仅仅是儿子的最后托付 更可以成为高雄人的骄傲 资学姐 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 你们内部的制作区了 对不对 你手上拿这个是什么 是打钩饼对不对 对 那你们这个打钩饼 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口味的 他们今天做的是 凤梨跟养生果仁 两种口味 是的 现在一天要做七个口味 至六个口味 因为你们目前打钩饼 有七个口味 对 有凤梨的旺盛味 香蕉的娇媚味 还有桂眼的富贵味 养生的健康味 还有蔓越美的浪漫味 还有巧克力的甜蜜味 还有金桀的好运味 好多种让大家可以选择 所以师傅每个都要会 都要会 很厉害 不过像是做这个打钩饼 它要的食材大概有哪些 我们是做高雄的伴手礼 我们是传承传统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高雄的水果 但是我们也要接轨 创意的国际化 所以我们也会带进养生果仁 蔓越莓这些 巧克力这些 其他的都是高雄的农产品 都是高雄的水果 所以说其实你是把高雄在地的一些水果 融入到这个打钩饼内馅里面 对 是的 然后就变成了在地的一个名产 是的 是的 而且你们吃都会吃到果肉的 就是高雄的水果 对 对 可是自学者你怎么会知道说 这个打钩饼它搭配这样子的食材 那些是适合的呢 我们是从零开始做起的 所以每一个产品 我们都要经过长时间的研发 那我们公司是以文化创意起家 我们不是什么百年老店 所以我们很多的东西 都不断的要创新 创意 创作 所以说其实想要知道 它适合哪一个口味 就是不断的去试 不断的去试就对了 对 而且100样商品要卖100种人 志学姐 你可以给我 你手上拿了这一盒吗 好的 这个我们拿来展示用的 给大家看一下 像是这个里面包的 就是凤梨的 对不对 是的 那如果把它剥开的话 里面就是都是这个 凤梨的内馅的对不对 对 都是凤梨的纤维果肉 对 这个凤梨很香 很香 对 非常非常香 奶油香加上凤梨的甜美 虽然你说你们都是从不会开始 去做这个饼 但是你们这之中应该有去 学习这个做饼的技巧 有 后来我就去找师傅 我到那个酒区堂 我找到了一位陈师傅 那陈师傅他是从打狗时起 他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在 建国中协那边 就开始做饼 结果他也很慈悲 很慈祥 就教我们 对 然后一刚开始就开始去学学 学了之后 因为古时候的饼就是糖分放很多 就是为了保存 那就是我把糖分减少了 然后配方减掉了 配方改了 然后做出来的饼就变成打狗会叫的饼 就是他做出来很硬是不是 对 就打狗会叫的饼 然后呢就 对 后来又 我们试了好几次 然后后来又把那个水果放到那个饼皮上 然后做出来还是第二袋 还是打狗会叫的饼 因为那个水果在上面烤就会硬 也还是很硬 所以不得已又回到日本去 请托那个老师傅 那当然日本人他们技术没有说 那么简单就会交给你 但是我们就是很去跟他攀亲 就是很有诚意的去拜托他 交给这个工夫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做出来的饼 你其实就是很好吃 就是供不应求 就是我现在手上拿到的这个 不会硬硬的这个饼 对 大家都会互相介绍来买打狗饼 只要来到高雄或是出去高雄 都会买打狗饼 没错 做伴手里 那志学姐 你觉得我待会来挑战做一下 这个打狗饼 是 应该可以成功吧 可以 真的吗 我们家的大大小小 都是从不会做饼开始的 但是我是觉得 就是你要成功的话 别人是一分的努力 但是我们必须要九分的努力 我都常常告诉我们的员工 我们是要九分努力 才能够成长的 别人也许他们就传承下来 就已经有了 我们是从零开始 所以我们的努力要再比别人多 好 那待会呢 我会拿出十分的这个努力 去把这个打狗饼做出来 好 一边默念着资学姐交代 要加倍努力的叮咛 一边跟着店内的师傅 学习手艺 我试着把这款包覆高雄 在地食材的打狗饼 做出最完美的样貌 同时也把一位母亲 对孩子的深深思念 一点一滴地放进去 又到了最幸福的时刻了 就是要来品尝 资学姐店里头的 每一项不同的这些糕饼 然后像是刚才我们在厂房里面 看到的这个 我们做的是凤梨口味 对不对 凤梨口味是哪一种 是这个 是这一个 然后其他的就是 你有提到了不同种的口味 像这个凤梨 就是我们都要 我们给别人吃东西 就要让他们带来幸福 像你吃的凤梨 你带来的幸福是旺盛 那你那个金桔的话 你带来的幸福是大吉大利 然后巧克力 你会甜甜蜜蜜 那烂燕莓就很浪漫 就让人家觉得有幸福的感觉 那这个是养生 这个是养生的 就是坚果类的 坚果类的 所以你里面放的 我有看到 它这个是南瓜类吗 腰果 南瓜类 杏仁 核桃 还有芝麻 还有枸杞 太厉害了 你们看 这样一个小小的饼 里面可以塞得下那么多的坚果 对 主要就是要让客户吃的 就是健康 因为我们就是卖东西 就是要让人家吃的健康 对 是 而且它其实真的闻起来好香 然后这一个它是有很多的坚果在里头 但是它也是用凤梨的内线 去跟它缴获在一起 对 所有的产品都会放一些凤梨 做底线 然后再配加其他的水果 所以是两个水果在一起的 所以说每一种里面是有两种风味 对 比凤梨酥还高档的 那我来试试看这一个果仁的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 好香喔 它那个外面的酥皮 就是可以吃得到非常浓郁的奶香 对 然后里头呢 凤梨香它也是很浓郁 但是不会太甜 不会 对 对 我们是用凤梨 而不是用冬瓜 是 所以它那个 难怪说那个凤梨的味道会那么香 而且它的口感 它外面是有一点点软软的 QQ的 对 然后凤梨内餡是更Q 对 我们要用麦芽粉 对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坚果的部分 它又脆脆的 我们要烤过 烘焙过 对 才会让它那个香气跑出来 对 是的 不过它的外皮跟一般凤梨酥 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我们的皮比较绵密 凤梨酥的皮会比较酥一点 对 所以说现在研发第三次了 对不对 这个是最后一次第三次 对 这是第三代了 第三代的这个打狗瓶 这再一次丢狗狗 狗狗会把它吃掉 对 会吃掉 打它不会痛了 会把它整颗咬掉了 对不对 因为太好吃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 我觉得它很特别 这是台湾狗卡龙 因为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一个美食 也能够打造成一个国际化 就是譬如说日本有寿司 法国有马卡龙 那我们也希望台湾有一个 大家吃了说 这是来自台湾的 那来自台湾的 因为我们台湾 台湾就是以前是打狗嘛 然后我们就是用台湾狗卡龙 那台湾狗卡龙它主要就是说 我们打狗时代的那个古代拼 我们是用 看饼大饼 对 我们是以古早的大饼来 再一次的创新研发出来的产品 所以才能够说台湾狗卡龙 所以说等于 要PK法国马卡龙 我的意思 它其实是一个 传统的创新副果 对… 要为台湾争光荣的 像是它里面的内线又是什么呢 我们里面有小白有小黄 有没有 有 我看到了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是起司麻糬 黄色的小黄是起司 对 乳酪 然后白色是麻糬 对 那像是外面的饼皮 跟我刚才吃到的这个 不一样 又不一样 对 因为像是我这样看 我觉得它看起来蛮诱人的 但是也有点罪恶 因为内线好多 吃了感觉又变胖了 它会Q弹的那样子 千丝 不过这一家 我觉得它吃起来 它比较偏向甜一点点 对… 它的乳酪的部分 比较像我一般吃到 我会觉得它是咸甜… 但是这个是奶油香甜味 比较多一点点的 对… 但是它也不会太甜 我觉得你们这边做的糕饼 好像都是特别有调整过的 对 都调整过 对… 我们都不希望做甜 对… 但是店里头大大小小的产品 一共有四五十样 对… 这样子要去研发 真的要花不少心血 是啊… 而且每一项商品 我们几乎都是要去注册商标 或者是注册专利 其实食品要拿到专利 也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有好几个都是 有拿到专利的食品 对… 另外这个人气火红的杏仁酥 入口即化 嘴巴里还会飘荡着 杏仁的浓郁香味 不论是搭配豆浆 鲜奶或咖啡 都非常美味 而且我还悄悄地观察到 店里设计了一款 创意的环保礼盒 在吃完招牌糕点之后 就可以直接拿来当作餐盒 让大家在享受打狗美食的同时 还可以一起环保爱地球 像是这个的话 它是什么口味的 蔓越莓杂粮 它里面有糙米 小麦 珍珠麦 蔓越莓跟南瓜籽 真好吃 酸酸甜甜 然后又有那种骨类的香味 这是你们的米 它吃起来真的就是 又脆又香 然后嚼一嚼它就有点点化开了 就觉得好好吃 提到宜兰的苏瓦啊 大家都知道 那里有绝美的海岸线 不过其实还有一项 绝对不能错过的古早味点心 它就是饱米香 听说有很多的游客 都特地闻香而来 待会我就带你来去吃一块 看看它的厉害之处 到底在哪里 走吧 要爆喔 要爆喔 爆 哈啰 智杰 我刚才远远就听到你在 饱米香的声音 但是你刚才饱米香是用这台机器饱吗 是 没错 可是这个怎么造型有点像大炮 跟我一般看到人家那个饱米香的工具 不太一样 我们就特别做出是大炮形状的 爆米香机 所以说做成这样的造型 是为了让大家看了会好奇 还是它是另有目的的 都有 第一个是我要吸引大家的目光 第二个是我要让它 米的泵出来的完整性会更好 你说的完整性更好是为什么呢 就米粒蓬发之后的完整性会更好 更圆更胖 因为早期的米香或在路边 你看到的米香 它的距离就只有这么短 都是小小一个 对 距离就这么短 所以米香压力过的距离 又是刚好这个距离 所以当你一开出来的时候 就米香就会直接去打到 那个我们的墙面 或者是网状 网子的部分 所以就很容易造成米的完整性不够 或者是它被压扁或破碎 所以说用你们这个机器爆出来 它会比较大颗吗 完整性会在 然后也会比较大颗 因为它没有被这个压缩到 所以它看起来就会比较大颗 但是实际上 其实你们用的米的大小都是一样的 对… 是 那像是你这个机器都是自己研发的吗 对啊 我们自己在思考要怎么样 去设计 对… 再跟铁工厂去研究讨论 那你这个设计的过程 你改良了多少次 改良了三次 那之前你们改良的样子 大概都是往这个方向吗 还是 就是往长度的方向去 然后往网子的那个材料去 是网子的材料 因为最早期的材料网子 它都是生铁在做的 那对食材来说 可能就是环境的问题 我们现在食安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它全部都改成 三菱式的白铁去做 不过啊 你学做这个V胖 学了多少时间 应该是说从开始到现在 我都还在学习 到现在还在学 是 因为有不同的食材的组合 或者是不同的想法 可能我会做出不同的产品出来 或是口感出来 所以我们要一直去学习 我懂意思了 自己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们到现在 还一直不断地在突破跟创新 对不对 是 所以说你们这中间 应该研发了非常多种口味 到目前为止 我们做了29种口味 是有在销售的 只是现在选的都是比较热门的 我们就只专门做热门的 29种 我从以前吃这个V胖到现在 大概我数得出来 就5 6种就已经够厉害 你们做到29种 因为我们会帮人家代工 或者是配合社区 他要推广他的农特产 或者是有一些活动 他们可能想要做一些 不一样的产品出来 我们就会去研发 去创造他们想要的东西 是 大炮造型的特制机器 不但可以吸引大家的目光 更能够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 做出表面光滑 蓬发度高的白白胖胖 而智杰更进一步 集结了宜兰当地的优质食材 做出多达29种口味 因此被称为宜兰地区的 本米胖达人 许多在地朋友都会在年节活动 庙宇庆典的时候 特地跑来跟他订做 祈福专用的米香龟 你们看我刚才做的祈福龟 已经完成了 但是刚才真的有够紧张的 你说做这个时间只能多短 我们半堂10秒钟 然后做这个大概20秒 所以总共就是30秒的时间 就要完成一个这样子的祈福龟 但是这样还算完整吧 完整很漂亮 那就好 手脚头都完整 对 因为智杰说这连幼稚园都会 所以我一定要 然后赶快把它做起来 就要做成功 拼了 不过像是你们爆出来的这个米香 它是不是白米对不对 对 它是糙米 它是糙米 对 它是五节香的糙米 真的有像是刚才前面智杰讲的 因为你们的爆米香的机器 比一般的还要再大 所以说它真的爆起来 这个米就是不一样 我觉得它爆起来 每一颗都粒粒分明 然后大小其实蛮一致的 对 白白胖胖的 那像是爆完这个米香之后 那接下来你们的步骤有哪些呢 再来的话就是拌糖 就是煮糖之后 会有一个拌米的一个程序 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新米 新米的含水量比较多 所以我们自己开发的那台机器 去把它拌炒 然后一方面它可以保持它的温度 然后再来它水分可以蒸散掉 米可以比较酥脆 对 我们用新米有另外一个原因 也是我们宜兰一年只有耕种一次 所以我们就是都使用新米 再来新米它的味道会比较香 但是它就是含水量比较多 所以我们设计那台机器 是克服这样子的困难 对 那你觉得这个旧米爆出来的米香 跟你们用的这种新米爆出来 吃起来口感有哪些差异 像我们新米的话 它就是味道比较香 然后我们克服的水分是一个问题 它其实酥脆度也是蛮好的 但是因为我们是做减糖的 然后以前的老师傅 它可能糖的比例会比较多 它会咬起来会比较硬 那我们减糖的做起来 咬起来 它反而是吃得到米的香味 然后再来比较酥脆 对 这是比较不一样 对 会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需求 所以像以前的米香 跟我们现在做出来的米香 有些人会觉得不一样 因为重量它上面 糖的重量本身就会比较重 所以他们会觉得 老人家会觉得说 我摸起来怎么以前的这么重 我说现在怎么那么轻 我说轻才是真材实料 因为就是米啊 对 那你也吃得出来米的味道 而不是吃糖的味道 是 对 不过我还有一个蛮好奇的问题 就是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米香 做成这个祈福龟的造型 其实这个的由来是 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傅 他们在拜拜的时候 就会拜那个米菇 就是米菇那个 对 然后他可能就是觉得说 我可能要前一天订 然后我再拜一天 隔天再收它的时候 就已经炒痠了 所以他就说 你们在做米香 你是不是可以做米香 要可以放得久 让我拜拜来 用做长寿的粿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用这个米香去做这个 然后才会去开发这个 一系列的米香菇 那它变成说它可以做寿龟 也可以做祈福龟 那寿龟是用来祝寿拜拜的 祈福龟有一些人是用来还原 像我们曾经有客人跟我们订 就是用中型的龟 大型的龟叠成一只大大的 它可以堆叠起来的 那个是用来还原用的 然后拜拜完了之后 它就分送给那些 有一些是可能用拌龟的方式 骑一只回去这样子 对 所以你们就突发奇想 把这个米香做成了 这个祈福龟的造型 有这个祝寿 然后也有祝福的含义在里头 对 智杰跟惠平在苏澳小镇上 七首同心共组家庭 同时也联手童年共创事业 他们在怀念的古早味之中 悄悄加入了 健康的健康概念 在传统祈福的民俗里 融入了现代的文创理念 INSA陆续设计出独具特色的 伴手好礼 你们看 这是我刚才做的爱心米香 你们用这个包装也太可爱了吧 这个是针对婚宴 对 而且它在包的时候 食材跟这个包材是不接触的 我发现了 所以就非常地讲究卫生 对 所以像是圆的你们也可以把它来做成这样的造型 对 这是婚礼小物 看得就非常地喜气 这是你刚刚做的 真的吗 对 我做的有那么漂亮吗 对 连我自己都意外 像是这个的话它是什么口味的 蔓越莓杂粮 它里面有糙米 然后小麦 珍珠麦 蔓越莓跟南瓜籽 对 所以它看起来其实 光是看颜色就觉得它是非常丰富的 对 生产品 光是米 你说你们用了几种 米就有三种 米就有三种 对 米跟谷类这样子 是有三种 它这样子闻就可以闻得到它们的香味了 我来吃吃看这一个好了 真好吃 酸酸甜甜 然后又有那种谷类的香味 而且因为你加了好多不同的米在里面 对 所以说你会吃到很多种不同的米香 但是我觉得糙米的很香 这是我们宜兰的糙米 五街香这边产的 对 这个吃了觉得蛮帅水的 因为它有一点点酸酸的 我吃到蔓越莓 然后因为有一些杂粮 然后跟不同的米 所以其实它的 咬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 对 层次很分明 但是你们的米 它吃起来真的就是又脆又香 然后嚼一嚼它就有点点化开了 对 又觉得好好吃 那像是这两种又是什么口味 像这个的话是用糙米 然后有我们宜兰当地的金枣 然后还有两种梅子 对 我看到了你用的这个金枣 对 因为像是我看到人家外面用的都是切小块小块 然后你们是切得比较大块的 这样才吃得到它的口感 跟它的那个香气很浓 这个超香的 我是这样闻就可以 闻得到那个梅子的味道 还有金枣的味道 对 这个感觉也很棒 我来吃吃看 这个不错 我吃到金枣了 对 其实这个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有试过白米跟糙米 后来会发现糙米更适合它 它的味道会让金枣更 有一些人不喜欢吃金枣的那个味道 然后它可以让糙米跟金枣完美的结合 反正白米它还没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度 可是糙米它外面有一层壳 然后经过我们凤过之后 它会有一点点微焦的那种香气 跟这个加在一起 对 会很好吃 会让金枣的那个顺口度更高 我懂意思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重 所以说它跟金枣做搭配的时候 它其实变得比较平衡 对 会更顺口 我发现其实米香很百搭 对 它可以做的口味蛮多 然后搭酸的搭甜的 其实口感都是蛮棒的 还有咸的 辣的 你们连咸的 辣的都有做 对 有 对 像我们有做 酱酸海苔 它就是算有一点咸甜咸甜的 然后海苔跟起司这种 也算是咸甜咸甜的 所以其实我发现你们研发的口味 真的还满多变化 而且满广泛的 有没有 有 目前编列在这儿有29种 不过你们在食材的挑选 都是以在地的为主 对 像这个是塞辛香的有鸡米 然后这个是伍杰香的糙米 然后这个的食材 它本身是我们东山 评比的素心抹茶 对 素心抹茶 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有人把米香做成抹茶口味的 对 这是结合我们当地的 它的颜色其实很漂亮 就满吸引人 因为有很强烈的对比 对 煮茶有分时间的 你说煮这个抹茶 对 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煮太久的话 它的味道就会变得有点色 所以它在煮这个的时候 火候跟时间都有限制的 对 所以要拿捏得很准 我们为了煮这个茶 试过很多次 怎么样把它煮到 它的香气是最好 而且不会反色 对 就是跟泡茶的道理 其实是类似的 因为我现在喜欢泡茶 它对茶这个东西 它就很执着在 我就是要那个点的那个时间 煮出来的汤 它的味道才有办法把 那个香气带出来 反而这个适合白米 因为白米比较纯粹 糙米的话它反而会把 那个茶香味盖住 所以很多食材在搭的时候 我们会多做不同的尝试 去把它挑出最适合它的味道 而不是说就只是说 我认为认定是怎么样 对 因为其实为什么会百搭 就是我们去把它挑选出来 去搭配出来的 它才会是很多不一样的衍生 所以其实我感觉到你们就是有 放了满满的用心跟花时间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它很百搭 但其实这中间的巧思 是你们去创造出来的 然后其实我在品尝的时候 我觉得更开心的是 里面真的有满满的爱 我觉得你们就是在散播爱给大家 为了把米香文化 以及结合在地食材的信念 传承下去 施杰跟慧萍 已经带着特制大碰米香鸡 走过台湾各地的许多学校 借着生动活泼的本米香 把食农教育的种子 埋进每个孩子的美好记忆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